转名斯陀寒果 假若虚陀寒人更加断除中中品中下品的繁荣 则转变名称 他就称作斯陀寒的果味 若更加断除下三品的繁荣 下上下中下下 则转变名称 名为欧纳汉果也 他就变成阿乐环的果味 这是中品 上者几笔身而波涅槃 上等的虚陀环 就在他追身 而入涅槃 几笔身而波涅槃 就这一身而已 欧主解释 上等的虚陀环 断除身见 以戒取见 这三种 这三种解释烦恼之后 深深的宴离三界 升起大家行 急于此身 断尽三界九地 八十一品师后 三界有九地 三界九地 五去玉界五去杂居地 鬼地 色界有四地 五色界有四地 三界九地 每地有九品 九九八十一 断尽三界九地 八十一品的师后 所以呢 得入涅槃 当生就入涅槃了 不必经过七始七生 在经文中呢 若菩萨善解虚陀环人 去向涅槃 差别之相 假如菩萨呢 修学菩萨道啊 对于三圣的教法 都要能够明白 能够明白 虚陀环人 去向涅槃 差别之相 分别了之以后 如是如是为众生说法 菩萨呢 他要教化众生啊 要教化恶性根器的众生 这个 小圣根器的众生呢 喜欢这个 小圣的 这个法意啊 菩萨呢 就要为他来宣说 小圣法 怎么来这个 断烦恼了生时呢 所以分别了之以后呢 如是如是 为众生说法 为三圣的众生来说法 令其正德 人无我 法无我 恶空真如 由过去世的善根 以及自己 今生的努力 精进的因缘 净除烦恼障 所知障 引导众生 从全入十 从这个方便教 入于十教 从这个全教方便呢 入于十教 一佛圣 毕竟呢 会归到一佛圣 究竟皆得一切种之 因此之故呢 菩萨 必须善于 结了 这是大会菩萨呢 请问佛陀啊 有这个三种 虚脱还的情形呢 那佛陀呢 就为大会菩萨来宣说 此三种 有三结 下中上 这三种的虚脱还人 有三种结 要断三种结时 烦恼 分为下中上等 云和三结 哪三种结呢 为生见 怀疑 借取 是三结 持别 所谓的生见 怀疑 跟借取见 出国 虚脱还人 所断的见后 共有十时 这是欧子的解释了 说这个出国虚脱还人 他所断除的见环牢 见后呢 总共有十时 就是五历时跟五顿时 贪嗔痴慢疑 身见 边见 斜见 见取见 借敬取见 贪嗔痴慢疑 无顿时 身边戒见邪 无历时 现在呢 以身见 而收色边见 因为经中说呢 只有断除身 身见跟仪 借取三种结而已 所以欧子呢 就把它融会起来 现在呢 以身见 而收色边见 以借取见 而收色 见取见 以疑或收色 斜见 以三种结始 烦恼 身见 疑 借取 以这三种 结始烦恼呢 融种 收色 贪嗔痴慢 无顿时的前四种 贪嗔痴慢 意味 贱或贱 贱怀恼中的贪嗔痴慢 必定有三结 意思就是说呢 在贱货当中的贪嗔痴慢呢 他必定是由三结 经中说的身见 以借取 才能够生起的缘故 必定由这三结而生起 所以呢 经中说 为 云额三结 为身见 以借取 以是三结 差别 侯主呢 就将他呢 这个 汇通起来 融汇贯通 以上呢 是说过 若家行断 则负不定 若是虚头还人 自我努力 加工用行 多加一些功利修行 断除烦恼 则又不决定是七死七生 方正 欧罗汉 所以呢 有先天的这个知子啊 也要有后天的努力啊 也要靠后天的努力啊 不是天生的自然的 懈怠放映的时候呢 他就要等待七生 很努力的时候呢 加上呢 他的过去式的善根 就当生就入涅槃了 不等到七死七生呢 所以呢 后天的努力也是很重要的 然三界见事虽有多品多劣 总以爱欲为本 爱欲一段便吃便出苦轮 故欲如四肢一段绝不互用也 然而三界的贱货 虽然有多品多劣 这见事环老呢 虽然他的品列有很多啊 见环老有八十八十 世凡啊有八十一品 有多品多劣 总以爱欲为本 总是以贪爱欲望 作为根本 所以这个无量寿经中说呢 说人在世间爱欲之中 独生独死独来独往 独自来投胎受生 独自死亡 独来独往 就在世间这个爱欲当中啊 因为有贪爱的欲望 贪爱世间的五欲与六成 造种种生死 胆污之夜 由业力的牵引啊 就来投胎受生 总以爱欲为本 龙种呢 是以爱欲作为根本 爱欲一段变出苦轮 爱欲对三界呢 贪爱的欲望呢 一旦断除 就超出三界苦恼的生死轮回 故欲如事之一段 绝不互用也 所以呢 比喻如同 一个人 两只手 两只脚 四只 一段 一段这个段落 这段落啊 决定 决定了 不再有作用了 爱欲呢 一旦断除呢 他就发生不了作用了 如同呢 事之一旦断除 决定 不再有作用 以上呢 就是 偶族呢 这解释呢 都说过了 接着 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第二章 第二章呢 在第四十五页的 倒数第四行 好 十十五月倒数第四行 佛言出家沙门者 断欲去爱 四字心缘 达佛生理 物无违法 内无所得 外无所求 心不细道 亦不结业 无念无作 非休非正 不利诸位 而自从罪 明之为道 这是我们第四十二章经来 第二个阶段 佛言出家沙门者 断欲去爱 四字心缘 这个断欲呢 我们前面呢 前面 前面第一章 佛言辞亲出家 四心达本 前面的不是 最开始 最开始 四尊成道 以做事事为 离欲及境 是罪为圣 诸大禅定 离欲及境 离欲及境 这个欲呢 前面说过这个欲 离欲及境 这个欲呢 就是我们这里 出家沙门者 断欲去爱 的这个欲 欲呢 也就是 五种 我们三界当中呢 五种的 这个欲滩啊 财色明石碎 色生香味醋 名为五欲 就是这里所说的欲 世间的五欲呢 能够生起众生 贪爱的欲望 欲呢 本身 它 它是无情 因为众生的心 众生的心呢 去攀缘它 缘虑它 所以生起这个 可爱 贪爱 世间的五种欲望 财色明石碎 色生香味醋 佛陀说呢 出家沙门 出家沙门呢 修这个 戒定会 三无漏学 要断除 贪嗔痴 三种 根本烦恼 必须呢 断除 对世间 五欲的贪爱 认识自己呢 本源心地 本源心地呢 我们呢 前面也有说过 四心 四心达本源 四心达本 认识本心 认识自己呢 本有的自信 清静心 体达 本源心地 本源心地 每一位 每一位众生呢 都有不生不灭的真如佛性 这就是我们的本源心地 四智新缘 由本源心地呢 能够发起 我们修阴正果 以不生不灭的佛性 作为根本修阴 然后呢 我们能够圆成果地的修正 认识自己的本心 本源 达佛生理 体达呢 佛陀所宣说 圣神为妙之理 三藏十二部经典呢 这个教理呢 非常的微妙 体悟呢 无违法 无违法我们前面呢 也有说过 无违法 无违法呢 简单来说就是呢 断恶修善之下呢 我们要达到这个三轮体空 三轮清静 所作呢 所修的一切呢 善意啊 所修的善意呢 我们都要能够 无所揽着 无所揽 内心清静 就成为这个无违法 就成为这个无违法 心如懒拙 时间到了 这个我们下一个讲次呢 再详细来解释这一段 回想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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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 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 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 弃养之流浪狗 为救护对象 拾其免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 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 专门照顾流浪狗的 养护园区 然而 园区的扩建速度 仍旧赶不上 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 令安置近300只狗孩 迁移到 中华护生协会的 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 至少救护了 超过8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 共同护养 近千只的狗孩 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 并长期提供 素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 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 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 互爱共存 消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 促进社会祥和 佛教慈悲之夜基金会 南投分会 举办清明祭祖报恩法会 共修地藏金 恭请常驻法师领众 日期 4月1日至4月2日 每日下午2点 法会地点 南投分会 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 254号至86-4 恰寻电话 南投分会 049-256-1311 草屯分会 049-231-599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专法义 共募佛恩 佛教慈悲之夜基金会 高雄中山书方 城镇义工 恰寻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地点 高雄市 新兴区 中山二路 472号 7楼 那么修行到底是什么呢 从本质上来说 佛法的修行是精神的训练 就跟运动健身是一个道理 健身锻炼的是物质世界的自己 而佛法修行是对内在世界的训练 一种内观的修持 换句话说 就是朝里面看 看向自己内心的训练 那方法是什么呢 如果要看外面的世界 我们用眼睛 以及各种感官去体验 经历 但是呢 如果想要看清自己 目的是修心的话 那就需要停下脚步 静下心来 去体会和感知 但是有一个问题 这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节奏都恰恰相反 现在的社会呢 可以说是物质的社会 人们的脚步越来越快 中级医生的去追求那些 可能自己也不太确定的目标 从求学到毕业 从工作到家庭 最后大半辈子 一晃一晃就过去了 基本上是麻木的去跟着时代 社会 跟着周围的人和环境 走过了一生 在这样的忙碌当中 都没有来得及停下脚步来 看一看 想一想 我们到底做的 对不对 有没有意义 那么现在 当我们终于决定 暂停一下 去思考和寻求 一些答案的时候 其实 佛法的修行 就已经开始了 随着老师教导的方法 一步一步耐心地 坚持修行 试炼自己的心 直到有一天 我们的心 就会达到一种 既柔软 又坚韧 既强大 又温暖的状态 这就说明 修行有了效果 佛法融入了自心 所以说 修学佛法的第一步 就是要静下心来 把目光收回来 不看世界 不看别人 只看自己 就像对着一面镜子一样 去观察自己 如果连自己的条件和状态都搞不清楚 怎么可能搞得清楚自己的心 那就更别说是修心修行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先讲 想满人生难得 这就是 认清和了解自己的第一步 那么想要了解 想满人生 多么难得 首先呢 我们要来看看 仅是 投生为一个普通的人生 就有多么的不容易 《杂阿汉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次 佛陀在极孤独远的时候 随手从地上抓起了一把土 然后就问众人 是我指甲里的土比较多呢 还是大地上的土比较多 大家回答 世尊指甲里的土太少太少了 大地的土太多太多了 这两者比起来根本没有可别性 于是呢 佛陀说道 我指甲里面的土 就好比有形的众生 只有那么一点点 而那些细微 细小到看不见的众生 就好比大地上的土一样多 数一数不清 同样的道理 那些生而为人 死后再次能够投生为人的人 少得像指甲里的土一样 而世事都投生在地狱 畜生 或者恶鬼的众生 多得就像大地上的土一样 所以呢 佛陀告诉我们 前生和后世 都能投生为人的可能性 就跟指甲上的土和整个地球上的土相比较一样 如果大家仔细用心想一想 应该能体会到啊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概率 那么在六道之中 能够投生为人 就已经这么不可思议 那要是再想投生成 狭满人身 成为佛法修行人 我觉得这个概率啊 可能已经没有办法用数字来形容 在一些教育里面啊 就阐述了不同种类的人身 例如有很多人身属于平凡人身 都是那些不太了解善恶取舍 对人生也没什么太高追求的人 再比如说行恶的人身 像屠夫猎人杀手等等 而在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人身当中 只有狭满人身 才是唯一适合修行佛法的一类人 念佛伤净土 尘佛杜众生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郑菩提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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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德 这个单元 我们还是继续学习法剧经故事集 第三品 就是心品 就是我们的心 所以在这一品里面所谈的 就是能够专注我们的心 也就容易可以达到 我们要禅修的目的 在这心品的第二个部分 先有法语的开示 就是谈到心难以调愈 轻浮躁动 随欲流动 智者应该调愈心 调伏的心令人安乐 所以在这个法语的开示 先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心 它是很难去驾驭它的 因为我们的心 它是轻浮躁动 也就是很容易 就是想东想西 所以我们一直说 我们的心就像猿猴 像野马 随时呢 它是跳动不安定的 可是要从凡夫众生的这样的跳动的心 能够驾驭 让我们的心安定下来 就是调愈 那这样子就是有智慧的人 所以从佛法的教导 实际上也重点 就是在于 要怎么样能够调伏我们的心 像我们的心 很多的习性 很多的习惯 很多的念头 实际上这一些呢 就是我们平常没有去调伏的习惯 所以我们的心 很厉害 最多的习惯 这就是我们普通时没有它训练 佛法最主要的 也就是要教我们 怎么样能够调好这个心 如果我们可以调好我们的心 就是有敌忽的人 心的调好可以安定 因为这个人就是真正 就是有安乐的人 所以佛法谈到的乐 主要也是指着我们的心安 而得到的这种安乐 所以都不是说 我们这个世间 要得到什么样子的名利 种种的这种向外追求的 那种的 都是依靠外在的因缘 那我们得到的时候快乐 失去的时候 我们相对的就是痛苦 所以只有从心来安定调伏 这样子的乐才是真正的安乐 所以我们从法语上面 在对照这一品 就是心的品 就是在讲我们的心 所以这个法语 也是让我们了解我们的心 就是很乱的 很乱去跟他调好 所以能够调好 就是有敌忽的人 然后我们再看 故事的部分 这个部分就是心品的第二个故事 它的题目就是能够洞察他人 内心的女士 基本上这个也就是有神通的人 我们一般说他心通 可以了解 把人的心在想什么 这是有神通的人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在说一个有神通 他心通的一个路数 那这个故事的主角 主要是在乡村的一个村庄 那这个村庄有一天 就来了有六十多位的比丘 那他们要在这个村庄里面 就是来就是修行 就是禅修 那因为他们都得到佛陀的教导 就是要用什么对境来专注 修禅修 那他们到了这个村庄 这个村长的母亲 她是一个很慈悲的一个女士 那她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 她的名字叫做马蒂 那她呢就非常的照顾 这一些修行禅修的比丘啊 她就提供这个食物给他们啊 而且为他们呢就是做了一些就是防止会淋到雨的这些雨遮啊 然后呢就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安心办到啦 那有一天呢她自己呢她也觉得说 那这些比丘出家人啊 他们都在那里禅修啊 她也觉得这样子的修行也很好啊 所以她就去请问 请问这些比丘说 那你们可不可以教导我怎么样子修禅观呢 所以这些比丘呢她也教导她 所以呢 这位这个马蒂加玛塔呢 她就按照他们所教她的方法呢 是观察我们身体 观察我们身体啊 我们身体啊 有这个从外到中间到内 就是有很多种的这种器官啊 像头发啦 头皮啦 还有这个指甲啦 然后再透过我们的皮肤啊 血液啊 有淋巴啦 还有脑浆啊 还有到里面的我们的心肝胆肺啊 这个肾脏啊 这些器官啊 就是这样子观察 然后观察这个色身的变化 那这种方法呢 它是禅修里面啊 也很重要的 就是能够用我们身体 就是能够用这个专注的对象 那就是把我们的心 就是专注在观察我们身体整个的构造 所以这就是一般公开 我们有四念柱 四念处 就是有四个把我们的心啊 能够专注的对象 这位马蒂干妈塔呢 哇 她就很用功啊 她得到这个方法的时候 她就真正呢 把心就在观察我们这个身体 然后呢 还有这种无常的变化啊 那就是破除我们的这个我直啊 就是看到我们这个身体啊 就是色身是四大甲合啊 地水火风啊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心念 常常呢都是各种的念头啊 所以呢 她这样子的努力 观察的这样的禅修的练习啊 结果呢 她就比这些比丘啊 还更快挣到三果 那我们说 从禅定啊 可以挣到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就是修圣顶啊 尚果就是真正啊 欧罗汉果 就是第四果 这欧罗汉果就是断除我们的贪生之烦恼啊 那从出果呢 就是开始呢 就是减少我们的这个贪跟嗔 就不会一直想要去追求 也不会起这么大的称恨心啊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观察到 我们所有的这一些的色身 跟我们的信念啊 其实没有一个什么叫做我啦 所以这样子呢 她就已经是突破我们的这种执着 那她挣到三果呢 就是已经断了贪跟嗔 那痴就是这种无明的部分呢 她还没有完全都破除 所以要等欧罗汉果才会 整个破除这个痴的部分 痴就是无明不完全了解啊 就是能够观察到这个事物的这种因缘 所以她挣到的三果 她还有挣到这个神通力 那其中呢就是她有他心通啊 所以当她得到的这个三果 而且有天眼通的这个神通力的时候呢 她就观察她所扶持的这一些比丘啊 原来呢她们都还没有挣过 所以她当时呢她就观察这些比丘呢 她虽然没有挣过 可是呢她们都有要挣到欧罗汉果的潜能啊 所以她也很慈悲 然后再观察说 她们的问题啊 最主要是要有这个足够的食物 就是她们呢 营养不够啊 所以这个体力很虚弱 所以她当时呢 她就提供更好的食物 很有营养的食物啊 让她们呢 这种身体 就是有足够的这种体力啊 就让她们完全可以专注这个禅修 保持正面 就是不会受这个色身的 这种虚弱的影响 那所以 这些BQ呢 经过这个 这个马帝 甘马塔呢 她的 用用 好奇 所以她身体呢 很有营养了后呢 她们就相当专注 一心都可以这个尽量 所以呢 她们都尽到阿罗汉果了 所以这个 这个马帝甘马塔呢 她的功德很多了 她的这个特色就是 她共用营 她自己也修 结果她自己尽到这个第三个果 就是不来果了 就是她已经可以不用来到这个世界了 然后她又帮助这些比丘 供养她们很营养的食物啊 也让她们都能够挣到阿罗汉果 所以呢 当时啊 就是雨季的时候 就是常常下雨啊 所以她们就借用雨季的时间 就专心禅修 那雨季过后呢 她们就回去佛陀 她祝席的这个 祈祝给孤独员 然后她们也跟佛陀报告 就是得到这位马帝甘马塔的这个供养 就让他们就禅修都能够很顺利啊 而且是因为有足够的这个营养 有这样的食物 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故事的第一个 那以这个马帝加马塔呢 她的护持让这几位的比丘都挣过 那另外的这个故事的第二个部分呢 就谈到说 那另外有一位比丘啊 那她听到说 哎呀马帝加马塔啊 她护持很多的比丘都挣到欧罗汉果啦 所以呢 她也很想去得到这位马帝加马塔的这种 护持去她那里去禅修了 所以她向佛陀请示了要禅修的方法以后啊 她也去了这个马帝加马塔的这个村庄啊 那这位马帝加马塔她还是很慈悲啊 她就想要就是提供这位比丘所需要的东西啦 结果这个比丘呢 她自己心里呢 她就好像有很多的其他的想法啊 她就想到说 哎那这位马帝加马塔呢 她有神通啊 她有这个他心通啊 她可以知道人在心念在想什么呢 结果她那个时候呢心里反而起了一个恐惧的心 她自己心里就觉得说 哎那她有能够知道人家的心念 如果我想什么不好的心念让她知道的话 那这样子不是很不好意思吗 那所以她当时呢她就觉得呢 说让她知道啊也会看不起她啦 所以她就心里就开始不安定了 那所以她就想说那还是回去 这个奇缘 奇述给孤独员 那所以她的心呢 就开始有这样的三心两意的这样的想法啦 那所以当时呢 她就向佛陀禀告 说她想要离开这个马帝加马塔的这个村庄啊 然后还是回去佛陀那里修行 结果呢 佛陀知道她的这个心念 就告诉她说 你应该啊 就是要专注这个禅修的方法啦 你就是把你的心就漂浮下来 不要东想西想的 所以当时呢 这一位比丘啊 她就听到佛陀告诉她说 你就是留在这个村庄 然后呢 专心禅修 这样就好了 所以她又回去这个村庄啊 那马帝加马塔 这位女的居士啊 她已经挣到三国啊 那她还是一样在供养她食物 让她能够好好的禅修啦 结果这位比丘呢 她那个时候得到佛陀的 再一次的教导 要她专心一意 专注在禅修的用功法门上面啊 所以呢 她在短短的几天 就挣到欧罗汉国啊 所以在这里的故事呢 就让我们去体会一下 最主要的 一个是马帝 这个加马塔 这位村长的母亲啊 她自己本身 她是能够修福 她本来是供养比丘 来禅修 所以她提供这个食物 就是富持比丘禅修啊 可是她自己呢 除了提供食物供养比丘 等于是修福啊 然后呢 她自己也想要学习 所以她等于是修福又修慧 而且她很懂得用功啊 结果也让她挣到了这个三国的 就是布莱果啊 就是阿玛汗果 所以她就是一个修福又修慧的实际的例子 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 也让我们知道说 那我们学佛修行 实际上身体设身也很重要 那在身体没有这一些病痛啊 没有这一些虚弱的这种影响啊 它是让我们能够好好修行的一个基础啊 所以当时我们从佛陀的修行的传记里面啊 也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当时释迦牟尼佛啊 他本来在雪山六年的苦恨 他本来是修苦行的啦 他是一天就是吃很少的东西啊 可是后来呢 他就发现说 这个身体太虚弱了 那也没有办法真正专注 就是达到这个禅修的目的啊 因为我们身体太弱了 或者是因为食物不够 而产生了身体的痛苦 他都会影响这个精神的专注啊 所以佛陀呢 才放弃的苦恨 所以他下了这个 这个雪山啊 就到了泥连禅河啊 就沐浴以后 又接受这个牧羊女的这个 这个羊奶的供养 然后他的这个身体啊 因为有这样的营养 又滋润了 所以呢他那天晚上啊 他就夜赌明星 就开悟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 我们设身的一种基础的需要啊 也是很重要 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说 那我们就要去追求设身的享受啦 所以我们读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它好像是一个修行的一种 一个借境啊 也很亲切 所以我们可以有这个故事来面呢 让我们感觉说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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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 太偏了啦 就说 哦! 我们就是太苦衡啦 啊! 要把自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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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说 哦! 吃了会痛啊 还是 好像身体都打破了 那这样子呢 都不是 一个 平衡则中的方法 所以 佛陀放弃 这个苦恨 也就是告诉我们说 能够不偏于苦 也不偏于 这个 享乐的追求的乐 那这样呢 就叫做中道 所以 最初的时候 佛陀的中道 主要就是说 我们不要骗 心价苦行 不要骗说 啊! 我们生活的享受啦! 我们设身需要的 我们吃饭也是要吃啊! 营养也是要鼓啊! 所以我们 学乎有这个 政客的这个观念嘛! 那 在这个故事的第二个部分呢 主要也就是让我们 知道说 啊! 如果呢 我们要去 跟人 得到人的享用 要受幸啊! 那我们的心呢 最好不要想到其他的地方 而要把我们的心呢 专注在 用功的方法上面 所以 在第二个的 这个故事的比丘呢 他就是想太多了 就是 怕人家呢 就是知道他的心念 那其实应该 就是说 那我把我的心 专注在 用功法门上面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不好的念头嘛! 所以我们 就是要知道说 我们 现在开始学佛啊! 我们在修行啊! 那 我们有过去的 这一些的 不好的念头啊! 那我们也有一些 这种不好的习性啊! 可是当我们学佛了以后呢! 我们就是 把我们的心 专注在善念! 专注在正念! 这样就好了! 所以 这个是在 佛教 我们也是有 一种叫做 忏悔! 就是忏悔的方法 说 我们往昔所造 诸恶业啊! 皆由无死贪生痴啊! 那 从我们的身口一三叶 所造作啊! 所以我尽皆忏悔! 那忏悔呢! 也就是说 那我们过去的 所做的是无名啊! 贪生痴所造的! 那我们现在忏悔了以后 我们以后就不要再造了! 那我们忏悔了以后 我们现在 就要提起正念!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不要再 一直在想说 好!我过去真的很不好啊! 那一直想过去不好的事情! 而是 赶快把我们的心 就放在现在应该专注好的事情! 保持我们的正念! 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呢! 他是 谈到我们的心 很容易 想东想西! 所以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方法 来调伏我们的心 放在 当下 放在正念上面! 那这样的时候呢! 他就是让我们的心 导向正确的道路! 所以 这个心品呢! 也就是 让我们能够了解 我们心的状况! 而且有正确的方法 来调伏他! 那这样子呢! 也就是 智慧的人! 好!那我们 把我们 学习的功德 也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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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001-205-666 012-001-205-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佛教慈悲制业基金会南投分会 纪念释迦摩尼佛圣诞 祇佛节 即庆祝母亲节 举办感恩习灾祈祈福法会 恭请上字下诚法师祖法 日期5月15日星期一到5月16日星期二 恭送大佛顶首《愣言经》 5月16日星期二圆满日 下午3点释放余且宴口 法会地点 起源书时百会素食餐厅 彰化县圆林市大统路一段455号三楼 恰询电话南投分会 0492561311 0492561311 草屯分会 0492315999 0492315999 静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山法义 共睹佛恩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2023年正式开启 《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大德 为重病者 点一盏咬石灯 进行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 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06271-6616 06271-6612 06271-6612 06271-6612 赞江师父 赞江师父 我们刚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通常超度都是把我们做的善事 超度给我们的祖先 那我们如果透过这个方式 是否也可以帮助我们在世的人去霉运 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是 我们之所以能够超度祖先 是因为我们帮祖先修功德 那我们帮祖先修功德呢 也是在同一本经叫《地藏经》 《地藏经》里面讲到一句话说 我们帮祖先修的功德 七分里头他得到一分 我们得到另外的六分 所以呢 其实我们帮祖先超度 我们帮往生者超度 我们才是得到最多功德的人 那我们因为修功德 我们的命运也会改变 学生人说 你祖先没超度 然后呢 你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 你就一样过生活 然后可能生活就越来越差 但是呢 你发现可能我祖先没超度 或是我要去拜拜的时候 我希望我能够帮祖先做点什么 你会做什么 你会去诵经 你会去供佛 你会去念佛 那透过这些修行 他就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所以我们是先透过修行 修功德 让我们的命运改变了 那呢 顺便祖先也得到了超度 所以呢是地藏经里面讲说 我们得到六分的功德 祖先得到七分之一的功德 但是呢 那我们这个是在讲修行 修功德的 我们所得到的比例不同 而不是说我们真的把功德分成一份一份 祖先拿一份 我拿六分